第一次站在二楼这么高的地方讲透口秀 很多老师站在这个位置都很紧张 我不一样 我站在这儿整个二层都开始紧张了 我如果等会儿被淘汰了 我根本就不需要老师恩这个电梯扭 我一个大跳我直接就下去了 但是我给你介绍 我是一个退伍的海军催士兵 我实际上就是在黄岛江南这个地方当的兵 当了八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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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退伍回来我还给班长打电话 我说班长我回来了 班长我说小猫你回来了 怎么样退伍回家干得怎么样现在 我说挺好的 我现在回黄岛这边彭里录节目 班长我说彭里 你退伍阳柱去了 我班长是个挺好的人 唯一的缺点就是他 他是这么老兵嘛 过过那种比较艰苦的日子 太节省了 我们当时崔里边有道菜叫蚂蚁上树 就是肉馍炖粉条 我们班长对这个菜呢有自己的理解 他觉得那个粉条只要有点肉味就行了 他炒完那个肉馍之后 我把肉馍又烙出去 去做虎鼻尖叫了 打菜的时候 一群人看着那一盆粉条都梦了 说班长今天吃蒜拉粉啊 这不蚂蚁上树吗 怎么九省树了 蚂蚁呢 班长说蚂蚁搬架了 而且我们海军舰艇部队 有很多那种涉外的宴请活动 建设让我们崔士班尔学几个 能拿得出手的那种西餐 派出我和我两个战友去学 学完回来是买原材料的时候 卡在班长这了 我那个战友手 他要做个那个法式鹅干 班长一看鹅干 两百多块钱一斤 班长说这样吧 你用猪干吧 猪干好 猪干明目 我吃了一口 我感觉我死了都不明目 我人生第一次吃西餐 我想沾蒜酱啊 我说班长 我炒个意大利面吧 班长说炒什么意大利面 你炒方便面就行了 库里那么多方便面不用买 炒完之后 老外吃一口都净了 老外吃了一辈子意大利面呀 第一次吃红烧牛肉味的 我另一个战友更完蛋 他说他要做个凯撒沙拉 就搭下金枪鱼 下一杯胡萝卜黄瓜 班长说 你这个沙拉呀 就是要清清爽爽 你就放胡萝卜黄瓜就行了 我说班长 那也太酥了吧 班长说酥什么 那不还有猪干吗 你要是觉得东西少啊 你可以往里放点豆腐皮啊 放点粉丝啊 放点豆芽什么的 我说班长 你这个沙拉是不是又叫 东北大半菜 这是什么凯撒沙拉 哈尔宾凯撒 真的你这个西餐摆出来 哈尔宾这个凯撒大半菜 意大利丑方美面 配法国猪干 谁看见你这个菜色 不得问一句 服务员我弄个串什么时候上 我来参加这个脱口秀大会 我班长也很开心 他希望我可以借此机会 打破一些大家 对崔石原的一些刻板印象 后来我也采访了很多观众 发现大众对崔石伴的印象 很单一 他就觉得那些崔石原呀 灰子做饭 性格外向 长得胖 普通话还不好 班长 我感觉我够呛了 他这个刻板印象 是招着我刻的 崔石伴现在淡寒 又不是教科书 都都把我印在封面上 真的你看那些电视剧的名字 我是特中病 一听就是战争片 充满了那种牺牲与救赎 你一听那名崔石伴的故事 一听就是喜剧片 拳机里面唯一牺牲的是 小毛养的那头猪 而且人家特中病 都是什么台词 班长 最后一颗子弹 留给我 听着就帅 就背装 我们都什么台词 班长 最后一块排骨 你打给我吧 后边没有人了 班长 真的厨师这个身份 听起来就太平常了 就像这几年的那个综艺节目 你看中国有这个 中国有那个 就显得特别潮 特别fashion 就不会有个节目 叫中国有厨子 那不废话吗 哪国没有厨子 在弄 播了两集之后 再弄个节目 叫中国厨子 巅峰对决 一个厨子 断了一盘菜 放在这 这里是毛豆 AKA随时辈教授 来自大连DLC0411 看我一直到虎皮尖椒 让你们难忘即销 出门都仙气飘飘 最后本还在那里来个 不啦爸爸爸别来站边 没想到还能在这舞台上 看到说唱 评委都梦了 评委说我不沾边 我怎么尝菜啊 说你们猜你土兔吗 干什么 谢谢大家 我叫毛豆 好 好 咔咔咔咔咔 别来站点 就好了 不是这一步 对 完了 谢谢毛豆 喜欢毛豆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哎呀 没想到你也是个rapper 我定位也在倾倒 NATO那rapper等于说 忽兰有威胁了是不是 忽兰有没有毛豆也危险吧 危险吧 但是毛豆真的很可爱 你年纪不大 30了也30 92年的 主要是承受了这个年纪 不该有的饭量 好棒 就是上来这一直喘 但是就是非常可爱 可爱 然后那个笑话是不断的 人家这个最后这一段rap 忽然这一生都没有踩队过这么多节奏 那个 是真实的退伍以后在从事什么工作 我现在是大连自来水公司的一个捡漏工人 这辈子是叫水命吗 要不在海上 要不就管水 对不起啊 我才说就捡漏工人 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自来水管线会漏水 然后我们检查漏水 什么叫捡漏 哦 检查漏 我说捡漏还有个工种 这是怎么学的 哎呀 那也就是说我们 下一次比赛又能听到你讲一些这些故事了是不是 我尽量我能请假吧 我假已经快没了 你这样 你来效果文化上班 我们允许你请假回那边上班 这么好的老板 真的很可爱 杰哥感觉 我觉得 毛豆可以让人产生浮流状态 浮流状态就是你感觉很幸福 那种状态就是忘我的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棒 我觉得挺好笑的呀 然后那个吹石板故事 感觉有点跟《清静剧》里面那种 对 你前两天不是去《清静喜剧》节目吗 还演 对 演了 然后我就觉得他果然挺像吹石板的人 我特别喜欢杨超约 不是姐姐 杨超约 我不知道怎么笑了 经常转发的 那超约老师来评价一下 然后他就有点rap呗 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你还能再参加一个节目 不止这个 那你这个价就是越来越不够了 我们谢谢毛豆 也获得了四个拍灯 进入等待区 我觉得他就很亲和 而且他有一个就是那种憨憨的状态 然后又带有口音 我觉得就很好笑 我觉得口音也会给人一种喜剧的加持 我觉得毛豆就太招人喜欢了 我觉得他有几个梗 这个人一讲出来 你就会把你手上所有的票都想给他 就那个气质就是有满票的气质 没有人会不喜欢他